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獅口袋 我是魚乾 接下來介紹的這個是有三個結構的隨機裝置 也就是我們看到上面這三個火把會隨機的亮起來 好 中間 右邊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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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左邊 總之就是會有三個不一樣的結果 那就是隨機的 會讓這個火把亮起來 這個可以用在很多就是 小遊戲啊或是RPG地圖 就是可能跟抽獎有關的 東西上面 那在這裡我先講解一下 我們所需要用到的特性 大家可以看到 同時它最長的長度 就是15格那 我之前也有說過比較器呢 它會針對它後面箱子裡面放的 東西的程度來輸出 差不多長度的訊號 所以最長是15格的話 裡面放滿就是最滿 最滿最滿它就會輸出 15格的長度那如果我今天 拿掉三分之一好了 那理所當然 它會滅掉五個 就是三分之一的長度就會 不見 那 我們把它放回去 那在這裡我用的礦車跟雪球呢 是表示就是 雪球它最多就是16格了 它不會再更多 所以16格就已經把這一格填滿了 那礦車也是不可堆疊的 一個就可以把所有的 呃...一個就可以把這一格填滿 所以呢 當我就是拿掉一個礦車它也是會 會依照那一格的比例去減少它的訊號 漏斗也是一樣 它裡面放滿就是這樣子 放滿然後就會有15格 那當我今天拿掉五分之一的東西 它就會少掉五分之一的訊號 像這樣 少掉三格 那這樣子大家就可以 比較了解我們今天 所要做的事情 那首先呢 我們就是要做一個 投資器 然後按著shift把漏斗放在它上面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要在裡面放入 我們所需要的 東西 那這三個我剛剛說過它們的分量都不一樣 所以我今天在裡面放的是 16個紅石 就是64分之16分量的紅石 然後雪球 還有礦車 這三個重量都不一樣 然後 當我 把 控制桿放在上面 然後讓它投資一個東西上去的時候 它是會從這三個東西隨機投一個東西上去 像這個時候它上去的是紅石 然後上去礦車 再來 呃紅石 反正就是它就會隨機從 呃 九格裡面挑一格把東西丟上去 那 裡面剩下的東西就是決定 我們會輸出三個結果 就是三個不一樣結果的關鍵 像這樣子 像這樣三個都滿 就表示 裡面丟上去的東西是最小的 最小的就是紅石 所以它輸出的一樣還是會是三格那麼長 那 如果 我今天丟上去的是 喔 這一定是雪球 因為雪球是第二大的東西 裡面剩下的東西就是 一半嘛 剩一半 然後 就會 就會剩兩格 那 再來如果 今天 只剩一格就表示 丟上去一定是最大的東西 所以 裡面剩下的東西輸出了就會 只剩一格的長度 像這樣子 三個長度 然後我們在這邊放上中繼器 前面一樣放上我們的羊毛 然後在這上面 也放上羊毛 唉唷 上面鋪上紅石 這邊一樣放中繼器 中繼器 中繼器 這邊中繼器調到2TIC 然後在這邊我們 放上 長毛 這邊放上火把 最後上面這三個火把就是我們要輸出的 就是我們要輸出的火把的位置 輸出訊號的位置 好 像這樣子 隨機的就會亮起一個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當我沒有開啟這個隨機裝置的時候 最右邊那個火把都會亮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當我 這個 拉桿沒有拉下來的時候 上面沒有東西 可是東西全部都在下面啊 那這裡就會輸出一個 相對應的長度 也就是三格的長度 那我們今天想要讓它 就是在沒有 沒有開啟隨機裝置的時候 它是會滅掉的 那我們這邊就要再加一個 讓它比較亮起來的 欸 不行 像這樣子 我們當上面的漏斗裡面有東西的時候 這個會輸出訊號 那我們這邊放上一個 長亮的火把 就是它亮的時候 這三個 火把就會滅掉 那如果上面漏斗的東西的話 這個就會滅掉 大家看一下 像現在這樣子 它就是 一直點到 它就是隨機會亮起來 而且 當 這個 開關關閉的時候 不會有火把亮起來 就像這樣子 那這就是一個 很好用的 三分之一機率亮起來 火把的隨機裝置 那 其實它也可以做成 更多不一樣機率的 樣子 不過 那個就是 更複雜的狀況了啊 好 那今天的教學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留言回覆 告訴我 我會盡量回答你 那 那希望你會希望這次的介紹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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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